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家表示 此次研发具有完全自主制产权的碳纤维生产工艺及装备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其产品可替代进口 日本已经生产T1000是T10002级别的碳纤维了 我们的才到T700至T800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远没有达到专家说的国际先进水平 不过进步了总比没有强 不然连掉一根的材料都要进口 实在是有些抬不几头 MS6将会是魅族旗下手感全网通机型 之前安通网曾曝光了所谓MS6的配置 将搭载联花哥S2010核处理器 同时还提供1080P屏 拥有3GB RAM加32GB ROM的存储组合 并搭载Android 6.0系统 现在消息人士给出最新消息称 MS6的外形设计将延续MS5风格 但边框会更窄 同时腰元件变得更细长 而之前的消息还显示 该机机身背部会换成玻璃材质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移动的新品PPT中暗示 美族将在今年4月发布新机 而国家无线电管理局显示 代号M681Q的魅族新机 已经在近日通过审核 其支持移动电信和联通的 2G 3G 4G网络 前面9还爆出联花哥S20芯片过热 遭各大厂商放弃 转眼魅族就用上了S20 真是顶风作案 勇气可嘉啊 S20大家都知道是火炉 联花哥连16纳米都不舍得用 用20纳米的台积电失败工艺来忽悠大家 看来魅族MS6注定又是转手宝了 据网媒报道 LTC和微软计划推出 搭载Windows 10 Mobile系统的新设备 去年12月的招聘博文中 首次明确提到两家公司的合作 微软计划在台北地区 招募一名客户经理 直接负责和HTC 对接推广新的Windows 10 Mobile设备 不过最近几个技术的HTC总营收不佳 所以不确认会再何时推出这款 Windows 10 Mobile新品 就目前来看 HTC发展的重心还是围绕着安卓平台 而HTC计划将于今天4月发布1M10 微软这是坑玩动家 开始坑HTC了 深知自己玩不转 死也要拉个电背的 在移动系统的策略上 微软就是害人害己 与微软合作只能是加速HTC的死亡 情人节热败产品 不爱乎玫瑰和巧克力 据外媒报道 监控器材同样在情人节销量大增 原因是不少人担心另一半出轨 不惜花钱购买偷拍镜头等起来 坚持爱人的一举一动 美国达拉斯监控器材网上商店老板沃尔顿表示 今年每逢情人节前后 生意平均增加20% 今年这段时间有60%顾客都是女性 而不少私家侦探公司的生意 也在此积淡不断上升 为什么情人节要监视另一半 难道不是应该两个人在一起才对吗 除非自己是小三 或者怕另一半找小三 才会有监视的可能 不过如果两人真的到了互相监视的地步 也实在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 索尼QS洋服器于今天开始在日本接受预定 这是通过公司FIRSTFLY的众筹平台 进入市场的最新摊片 这款洋服器是搭载电子墨水充分屏的通用洋服器 人需用户根据自身的使用习惯来定制按键布局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控制电视 蓝光播放器 灯光和空调带电的所有家具设备 目前这款FIRST洋服器在线售价 约为1000万元人民币 产品计划将于30分发货 想法很不错 但是价格是影响 而且墨水瓶一旦摔在地上 避碎无一 如果能够做成按键形式 并且每个键都做墨水瓶 那无论是在手感 还是在待机市场上都大有提升 好了 今天的三分钟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